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演唱到爆炸的東西 因为这个东西只有媒体还有改装 玩家可以拿到 那身为电竞少女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因为我来改装 李子新 知晴是高时迈超频记忆体 頗福盛名的品牌 这次我要开箱的 这支记忆体 继承了大家熟知的幻光戟 在高质感升级成 全新的层面突破 那金屬鏡面馬甲還有那猶如鑽石般的金雕細琢 那我們就來看這支記憶體的特寫 其實整體的質感真的上升非常多 而且它其實有兩種顏色 那我拿到的這支是鎧架影 它還有另外一個顏色叫做土豪金 我個人比較喜歡土豪金啦 那再來看到這個盒子 這盒子就是我說的非同凡向的盒子 不是一般人可以拿到的 那對 我就不是那個一般人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到底是什麼神秘的盒子 感覺好像在打開那種潘朵拉的盒子 你知道嗎 有一種神秘的感覺 然後這盒子其實做的蠻低調的 低調又不思優雅 它這個小抽屜打開裡面有那個試鏡布 它應該算試鏡布 然後還有一條USB的線 那這條USB肯定就是要啟動神秘的開關的來源 把它收回去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四個記憶體的插槽 就是來看看我們等一下旁邊那一組記憶體發光之後是長什麼樣子 這組記憶體你們能想像它發光有多漂亮嗎 我可以馬上就為你示範 但是我要先插上電源 我先把電源接上去 然後就請各位拭目以待囉 你看那是插上兩條的樣子 它的那個顏色的見變我真的覺得實在是太華麗了 不是我在說 你們看影片其實也感覺出來吧 我現在就很想把我主機板上的八支記憶體拆下來 換成這支記憶體 我覺得那個質感會直接提升兩倍 雖然我並不是一個超頻的玩家 但是對於改裝電腦我也是頗有興趣的 所以這支記憶體在當初網路上瘋傳的時候 我就觀望了很久 一直到今天 我看到食品的時候 我真的下定決心 我一定要買一組 知奇果然是被記憶體耽誤的珠寶公司 的作詞 感谢观看